欢迎来到历史课程,我是美丽 1988年是我军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 这一年我军恢复了终端23年的军衔制 标志着我军开始迅速向现代化、国际化挺进 另外国防部长也面临换届 谁将担任新一届国防部长 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猜测 当时很多德高望重的老一代开国元帅 大将、上将都还健在 比如元帅中的徐向前、聂荣真 大将中的肖进光、谭正 上将中更是有肖克、李达、王震、杨德志等等名将 很多人都认为新一届国防部长应该从这些人中产生 但是经中央军委研究决定 由开国中将秦纪委担任新一届国防部长 在秦纪委之前的六位国防部长 分别为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徐向前、耿彪、张爱萍 前四位都是元帅 后两位也都是上将级别的 秦纪委是第一位担任国防部长的开国中将 那么秦纪委将军有什么特殊的门领 能让他出任国防部长呢 秦纪委是湖北洪安人 13岁就参加了黄马起义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秦纪委相继在八路军129师和中原野战军任职 成为刘伯承、邓小平的得力干将 其作战勇猛、头脑灵活 尤其是他米尔浩学 擅长学习新知识 接受新事物 深受邓小平的赏识 也为他日后出任国防部长 打下了基础 秦纪委的聪明浩学是出了名的 早在红军时期 秦纪委就喜欢钻研大炮 只要部队缴获了什么大炮 他都要认真学习操作技术 算得上是半个炮兵专家 当上军区司令后 秦纪委又爱上了摄影 经常跨着照相机上前线 拍摄下了很多战斗画面 当上纵队司令后 秦纪委又开始学习开车 成为第一个能亲自驾驶汽车的纵队司令 到了抗美援朝时 秦纪委担任中国志愿军第15军军长 又积极学习苏联的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 还迷恋上了卡丘莎 让卡丘莎火箭炮在上甘岭大显神威 直接瓦解了美军和韩国军队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心 上甘岭战役在国际上非常有名 秦纪委也因此成为登上西方报纸的中国指挥员 毛主席接见他时也握着他的手 连声称赞他了不起 可以说这些并不只是个人的兴趣爱好 而是具有重要实战实用价值的素质技能 体现出了秦纪委不断追求自我完善的优秀品质 1955年受闲时 秦纪委被授予中将军衔 后来担任过成都军区司令 北京军区司令比很多上将的成就都要高 秦纪委担任北京军区司令时 还有一项震惊中外的创举 就是我军时隔多年后 在1981年再次举行了 多兵种联合作战的现代化军事演习 在演习前还举行了一次 振奋国人精神的华北大阅兵 当时我军由于长期和平岁月 缺乏实战锻炼 再加上特殊时期的干扰 军事技能素养降低交大 这些在1979年的对越反击战中 就体现的相当突出 引起了中央军委的关注 决心提速我军的现代化进程 于是就有了著名的 1981年华北大军演和大阅兵 这次军事演习和大阅兵 一直被视为邓小平时期 建军 治军 强军的代表之作 而担任军演和阅兵总指挥的 就是秦基伟 参演参阅部队也主要由北京军区部队组成 秦基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和贡献举事共度 到了1984年 恰逢新中国诞生35周年大庆 邓小平向世界宣布将恢复国庆大阅兵 顿时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目光 1984年国庆阅兵 至今仍然为广大军民所津津乐道 既有毛主席时代刚猛无敌的豪迈传统 又具有新时代改革创新的全新气象 而担任这次阅兵总指挥的正是秦基伟 在大阅兵现场秦基伟昂阳挺拔的身姿 和威武霸气的号令 给全世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备受好评 因此到1988年国防部长换届时 秦基伟的名字再次被提了起来 经中央军委批准 正式成为新中国第七届国防部长 好了欢迎点赞关注临时刻站 王美丽每天都在